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庄,咱们上期说到跟大坤开着咱自己家的大通V80房车,去给四平网友大伟,他的大通V80短轴中顶,是不是,去买板子,已经开到咱们的三环路上了,上一期跟大家唠唠诗啊,看,开一期导航,还得有个9公里就到了,也不算太远啊,咱也不近,一共得有20公里,是吧? 对,咱们已经开了10公里,它那个板子本来是形式,咱们凑几十张,然后一起定,让他送过来,但是,没有办法,大伟这个比较急,咱们就开车去给他求一趟,三张板子,也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板子的颜色叫黄纸街,黄纸街,对,它是跟纸街板,跟纹路差不多,但是是贴皮子的, 嗯,那个板子真是特别的不错,瞅着吧,其实要是好几种颜色的板子在一起,咱们不一定会选择它,对,但是它做出来的那个柜子是真的特别好看,真的是, 就是每个板子的颜色存在只有它的道理,对,因为你单独看色卡的时候,你想象不到整体效果的啥样,是啊,但是你要看效果图吧,它跟那个,咱们现实中的这个阳光啊,光线啊,都有关系,它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只有看史物才能看出来,嗯,这个板子是大伟自己选的吗? 是,大伟家有一个这个颜色的桌子,然后他把这个桌子的颜色发给我,让我照这个颜色,然后买这个板子,嗯,到了,到这个板厂了,大坤进街,问问咱们的板在哪里,咱们就准备装车了,说到这儿啊,还是说,咱家自己家的房车,做的通透啊,前后通透, 是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平时就给网友拉拉东西啊,去去货啊,是不是到物流啊,或者到这个板厂拉拉东西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如果要是做个后置横闯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拉不了了,或者是咱们后面那个,做一个封闭式的卫生间,咱们这些东西都是拉不了了,这样南北通透,南北通透去了,就像这样,就是咱们前后通透的话,还是比较适合我跟大坤的, 成功装车了,看看,要是做一个后置横闯,或者是那个固定式卫生间,咱是不是就拉不了这板子了,嗯,那就啥也拉不了,啥也拉不了,只能自驾游,只能出发了,看来我最开始那个,还是明智的,嗯,等把咱们那个小比亚迪卖了之后,嗯,然后平时咱们就开这个圈,行,还是大坤明智,不能倒吧,那边有一个那个大乘,咱们要不要上去一乘下自重,那不要,还得花, 二十块钱,还得花钱吗,那当然花钱了,你把秤板那儿随便叫我,我以为那就是倒边的一个秤,不是,那是花钱的,啊,这么回事啊,哎呀妈,今年真热,在我这个车里拆一条红条,太舒服了,刚才我俩自己抬的板子,他这都没有人帮抬板子吗,还是少,连个伸手都没有,你俩是站着老壳俩男的,小庄拿着板子拿不上去,连伸手都不伸一下,伸了一下,伸了一下, 伸了一下,给帮了一下,但是是傻子的人,你是雇佣的人,不是在分店的事,就是人家不负责花钱吧,我觉得这俩爷们还没有我爷们的,你可以管他俩叫姐妹,对,哎呀,打道回府,装上车了,咱可以继续给咱大伟,大伟哥,改车了,看大坤的哈,滑滑的,倒不了哈,倒不了, 对,没给咱房科科幻的,该垫的都垫了,整的还是可以,感觉咱们家这边好像稍微有点阴天的,天气啊,现在是雨季吧,应该是雨季,我看天气棒好像这一周都有雨,一种就下一个小雷震雨,皮了哗辣的给你一点,颜色看看,对啊,哈哈哈哈,咱那厂房还有落水的地方,来了门口开网易, 现在往里哨雨 往里哨雨 这一天 今天看起来应该是不能下 是吗 天气发门热 对 故意明天得下 哎呀愿意啥事下啥事下 刚才又一个电话 给我跟大客气过去 上电话 就还是推拉窗 都是老气人了 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卖推拉窗 那个厂家打了个电话 然后20天了 没有了 还没发货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 我问他什么时候发货 他说今天发货 我说你这样给我转成机了 我说你这样我生意没法做了 你怎么时间也太长了 他说我 他这么说的 跟我行在你那边 改装先干别的活 最后换玻璃 我说10天 我一天车都改完了 还最后换玻璃 第二天车都来了 完了跟我说什么 得有零的缺货 太可气 要不然他就说 我什么型号 我缺货 你得等20天或者30天之后才能有货 你跟我说一声是不是 我前天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昨天发货 那就这么大前天发的货吧 到现在单号没给我 没给我 然后昨天跟我说 他还没发货 也许小张气吧 气得我的腐蜂腐蜂的了 而且他这东西吧 价格不准 你看那个 因为我们 干啥 因为我们给车友换的推拉刷 是一分钱不赚了 有时候还大200块钱 对啊 因为啥的 这一片玻璃 让那个换玻璃的人来 手工配这100 然后我就给人钱 但是我也不收这工费 有的时候还大 他有时候一分钱不正 但是他最可欺 人家推拉刷是那个人吧 他撒谎 他一句实话 他没有的 他之前 你替俩谎的 之前给李克特亚诺 那个车换的书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特亚诺那个 玻璃多钱一个 正常咱们那个 V80 V90 或者是福特系列 平刷的那车 一般都是700 750 然后我就问特亚诺多钱 他说是750 然后我就给 我就跟李哥说750 然后后来我就确实确定给李哥 特亚诺定去拉刷的时候 他就要我800 就是这怎么整 我还能跟李哥说涨价了 那肯定不能 那他也太那啥了 但是我后来收了李哥800 确实摘打是打 他这样做生意 没法做 现在下次下回 我高低不找他了 这次要是我不是之前交钱了 我高低是不要了 他这个晚上 下回车友的推拉刷 不行就在四大店换我 这个推拉刷 不仅生气也还容易搭钱 对 做生意他这样的 我也是服他的 真别说 咱们这个院里的生意 是真非常的兴隆 我俩这开回来之后 这车强劲到院里来 就剩一条条小窄道了 要是不卸板子 真不强劲的 最近实在实在是停不下车了 看看是吧 哎呦我的天 太火爆了 这个院里 好了 咱们这个板子成功到家了 完事了 接着干活吧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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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到